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我们经常是这么说的 是以教育为主 惩戒为辅 但是对于极端的个案 咱们就说这起案件 一米七五 像一个成年人 这个大哥 虽然他只有13岁 对于这个10岁的小女孩 连续出刀 如果连他都不算是被惩戒的少部分的话 那么惩戒为辅这句话 会不会沦为一个空谈 太某某的 在这个案件里边 我们把它定义为加害人 而不是犯罪人 那么从年龄角度来说 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那么作为一个未成年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条活路呢 我觉得对未成年人犯罪 他应该分为轻和重 对于像这种 蔡某某这样的 行为性质特别恶劣的 手段也特别残忍的 我认为不单用年龄来衡量他 从各个方面加在一起 对他进行抄处 而不单纯的说教育和晚舅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特别热的话题 就是这次草案降低了 这个刑事责任年龄 我想问一下李律师 您怎么看这个年龄降低这个情况 我个人还是赞同这个调低的 但是调低的这个过程 它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这个原因的 实际上从这个世界的这个立法史上来看 刑事责任的年龄 它大部分都是确定为14岁 有个别国家 有个别国家他第一他就像我们这次这个调整法律一样 他实际上做了一个恶意补足年龄 恶意补足的刑事年龄阶段有的是降到12岁 有的降到10岁 那么还有的国家是降到这个个别个别国家降到7岁 但是他的要求都是特别严的 14岁降到了12岁 其实这是有很多这个前提的 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 同时增加了一个条款 就是情节恶劣 那么情节恶劣 怎么理解 一定是在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的过程当中 手段后综合考虑 它是比较恶劣的 所以从这种程度上 严格地限定了恶意补足年龄的惩戒 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的这个两方面衡量 是平衡的 那么我们刚才其实在短片里边也看见了 琪琪的妈妈当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说看到了希望 那作为非专业人士呢 我们有个困惑 就是这一次呢 我们把这个刑者年龄有个草案 说草案里边要从这个14岁降到了一个12岁 那么如果说以后再发生更低年龄的恶性犯罪 怎么办呢 比如说有11岁的未成年人杀人 那么刑者年龄是不是还会继续地需要下调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 就一定不能降 也不能说就必然降 而是应该看正常的这个未成年人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当中 他的心理和生理成熟度和认识法律的一个程度 以及社会的容忍度去综合考虑 法律不是随便调整就调整的 它一定是科学化的一个调整 像这次的调整啊 我们也不是简单地听到了一个大连的一个案件 或者某个案件 它是经过科学的调查和统计之后 当然要考虑民意 考虑这个百姓的呼声 因为立法的本身 它就要听取来自人民的这个呼声 去通过这个人民的呼声 经过综合考虑之后 才能确定究竟是怎么样 来确定一个调整社会的规范和行为 那包括我在内和这个一些观众朋友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这次刑法凶生案草案 把这个相关的年龄降到了12岁的话 对于蔡某某 对于这个男孩会不会有影响 对于咱们这起案件会有什么改变吗 它除了一个社会的舆论问题之后 它对于刑法的规制上 它已经没有影响了 因为目前看这个草案 它没有数据力 而且按照刑法的这个程式原则 它一般是从旧兼从轻原则 它不会去硕计既往 从这个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出发 我个人认为 也要采取容忍的程度 而不应该去追缩既往 我们手里呢 现在掌握这样一条信息 就是今年10月份 刑法修正案11草案 已经提请了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 是否下调刑事责任年龄 下调之后如何执行 那我们金牌律师团 将会持续的跟进和关注